大家好 我是燕莉 欢迎收看小燕有约 想学理财就请锁定品观点 上上集我们在节目里头 帮大家分析 就是有关于金融股的 纯股的方法跟概念 受到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反应 所以很多人就问说 那除了金融股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标的 也是可以值得来纯股的 答案是当然有 而且就在我们这一集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好 其实我想花一点时间 先讲一下 纯股选股的方法 其实有几个方法 这个是基本功 希望大家一起学起来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选股的方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 它的配的股票 配的现金 特别是现金的部分 它至少要非常非常的稳定 因为我们是希望 有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如果说能够稳定 配发现金股息的 这个赞 那如果说它每一年的 现金股息越发越多 有没有更赞两颗星 好 第二件事情 负债比例小 如果一家公司 它的负债很高 就算它配得再好 不好 因为负债太多的话 极有可能 明年后年景气不好 像现在一样 一个景气的浪头打下来 它极有可能 没有办法翻身 所以过去配得再好 可是负债比例再高 也不好 第三件事情就是 它的未来的一个投资需求 没有那么大 什么意思 因为有些公司 它所在的这个产业 如果说它是需要 比较多的机器设备 不停的投资的话 就会稀释掉它的获利 好 再来就是第四件事情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会觉得比较无法衡量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股东结构 如果说这个股东结构 看起来怪怪的 都是一些妖魔古怪的话 那当然我就不要存股 再来一件事情就是 最好我们要存的股票是 它或者是它的产业 是不受景气影响的 再来第六件事情就是 最好这个股票 或者是它产业 它是属于寡占行 而且它是在台湾No.1 最好最厉害的地方是 如果它又是世界No.1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好 所以我们选股的前提 是我们要这样的一个逻辑 另外还要再跟大家分析的 一件事情也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说这个股市 都已经1万点以上 存股会不会赔钱 所以存股我们要给自己 比较长的时间点 也就是大家如果最近看到的 一些存股达人 通常会赚钱都是已经存了 超过5年以上 可是接下来我想大家应该 更关系的是 那今天燕丽姐要带来 什么样的名牌 那事实上这个名牌 不是我挑的 是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下 这个初处是财讯月刊 财讯双周刊 他们最近初刊的最新的封面故事 我跟人觉得非常棒 那也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六大方法 挑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股票 也就是负债不能够太高 然后最好配的现金都要不错 那挑出来的十几档股票 再重复一次 它是连续十年现金殖利率5%以上 有没有很厉害 我个人觉得这个条件还不错 再加上它的负债比是低的 大概是20% 30%以下 所以呢今天呢 挑出了十几档股票 那因为股票内容很多 所以呢我们稍微看一下之后呢 再帮大家挑其中几家来做一些说明 比如说像大统益 然后德迈 然后新永权 坤鼎 瑞颖 中保科等等 这些是传产股也就是比较典型的 我刚刚说的它是民生用品的相关股票 这样子呢大家就会觉得它其实呢 对于景气的循环 对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我们先来看这边的现金股息殖利率 其实呢这五年来刚刚讲的这些股票 它的殖利率大概都是4到5%之间 我觉得相当不错 那像大统益呢 最厉害的是什么 过去这三四年几乎当天就填息 意思就是说你在前一天去买 你就赚到它的现金股息 这很棒 对不对 那德迈呢 最近呢它其实是做原物料烘焙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那它最近也实施了库长股 意思是说公司派对于股价呢 前一阵子的回答比较不满意 所以实施了库长股 那新永泉呢 它是做塑胶的输送带 待会会详细讲 它算是台湾的隐形冠军 技术也很不错 那坤鼎呢 它其实是连续8年 EPS是超过10块钱以上 就是连续8年赚一个股本以上 这样的一个公司在台湾 也不多见了 再来呢瑞颖它是做轴承的 轴承就是用到休旅车的一些轴承 那所以它也 这个技术也算是蛮厉害的 那中保呢 过去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 这个保全公司有什么了不起 当然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智慧生活了 包括你要结合长照要结合保全 要结合其他的一些 比较这个智慧云端的公司 所以它变成智慧生活 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 比较典型的存股方面的股票 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是电子股的话 过去大家会有一些科板印象 会觉得说电子股怎么可能 配息配得很好 因为电子产业 它的起伏是比较大的 可是呢帮大家筛选出来之后 发现有好多的电子公司 他们不但能获利每一年都在成长 而且他们配的现金也不错 包括呢像是敦阳科 敦阳科它做的是系统整合的公司 那大家可以发现呢 它每一年的现金殖利率 大概过去5年来 大概也是6%多 从月电呢 它做的是半导体的通路 官帽呢 大家应该会比较有印象 你最近如果你上网预购口罩 你会发现有一个e-mask的系统 其实这个系统呢 就是跟官帽有极大的一个关系 盛群是IC设计 那它做的是微控制器 那最近呢 微控制器都会运用在一些耳温枪等等 所以他们业绩最近很不错 金城呢 若你有在投资股票的话 你就发现说金城的一些看盘软体 也跟它有关系 在宏盛是自动化的设备的公司 而且宏盛呢 之前也被票选为是 幸福企业对员工的福利跟薪资都很好 好我刚刚讲的这些电子股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它的这个现金殖利率大概都是的 5%到7%之间 这也都比我们的一年期定存利率 现在只剩0.84%要来的好 刚刚提到呢 大统一是台湾最大的油脂制造商 那事实上大统一股价真的涨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存大统一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每两个月 每三个月买一张 或者是呢 当它股价有一些回答 在做分批的介入 否则你会觉得现在呢去存大统一其实好像会有点压力跟挑战性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它股价呢其实同样呢 EPS都是赚5块钱 可是它在2015年的时候股价也不过82块 可是现在已经涨到130了耶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啊燕姨姐啊为什么它的EPS都一样 它的股价呢涨这么多 这就是呢大盘有趣的地方 当你的这个大盘的位阶被垫高之后 你的本益比呢就极有可能从十几倍跳到20倍 所以呢大统一它的本益比已经从10倍涨到20倍了 同样都是赚5块 可是股价差很多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大统一有兴趣的话 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方式 就是你做一个分批布局 不要一次买 不要一次买买 好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德卖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烘焙的原料进口商 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讲到的这个大统一 是全台湾最大的油脂制造商最大 然后德卖又是全台湾最大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符合选股 选股的一个逻辑 而相较于大统一股价涨很多 那德卖它的股价的波动呢 就是没有那么大 它算是抗涨抗跌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你的股价 过去的机器已经垫高了 可是同一个时间你希望 它是一个抗跌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想德卖可以给大家当做参考 它其实过去这几年 每一年的股本都赚十几块钱 我算是蛮机优的一个好学生 只是股价真的也不便宜 200多块 再来刚刚提到的一个信用权 大家对这档就不是那么熟悉 事实上我个人对它也没有特别熟悉 因为它算是一个成交量比较低的股票 可是它的这个它所属的一个产业也蛮有意思的 它是做塑胶的输送袋 什么叫做塑胶的输送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它做一些耐热的输送袋 或者是说燃煤的输送袋等等 这家信用权它们开发出一些 蛮高端的复合型的材料 因此日本S是开发出全球最轻的行李箱 就是应用信用权的材料 好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的获利相对来说也不错 每一年大概是赚5块到7块之间 可是我对于它今年的成长性 是比较有疑虑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 它们那个新材料 在今年是不是能够因此接到一些新的订单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会比较有一些考量 再来我们讲一下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对洋科技它是一个系统整合厂商 然后台湾的一千大的企业 有一半都是它的客户 听到这你就会觉得这家公司真的很稳 包括 Deal Heat Touch 然后大家蛮耳熟人 想到国泰金富邦金等等 都要使用这家公司的系统 那更特别的是 其实对很多的电子产业来说 你要每一年的获利都成长 然后配息也要成长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跟困难性 可是我们看到敦阳科 他这几年每一年的EPS都略有成长 成长性不是很高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公司才好 因为你一下子大幅成长 大家就会觉得你机器垫高 你明年跟后年没有那么大的成长性 反而会令你很担心 所以敦阳科他每一年大概赚 两块出头到去年是三块八 公司说今年级有可能还会再成长 最厉害的是电子股很少配息 配得这么好的 他过去的十年来 每一年都配6%到7%之间 而且股价也不是很贵 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让小资助来做一下参考 再来盛群是半导体 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他在充斥额温昌的订单 所以他三月份的营收还成长了三成 这个算是疫情概念股 EPS大概也是三块到四块钱之间 今年看起来以在手的订单来说 有机会再成长 配得也不错 大概是6%到7%之间 所以这些相关的股票 不管是电子股或者是典型的民生概念股 我再重复讲一次 大家都要有存5到至少5年了 或者是3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每个两个月三个月能慢慢买 分批向下买 然后再分批向上买 你就会赚到不仅是利息 特别是股价有机会两头赚 那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大家都赚到钱 拜拜